嗨大家好我是左翼 今天我来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老小区 然后在这边去找了一家 已经近身为网球店的苍蝇馆子 走 那里有只小肥猫 鱼猫 你跟我家包子长得好像 有没有女朋友 她说我也是个女的 摸一下 让我摸一下好不好 对 对 她现在就到了 刚喊就要超手 这是今天我们要吃的店 我感觉我今天 不是去某家店里面去吃 感觉是串了一个门啊 还有贴春联的这种感觉 真的好家的感觉 哈 我现在就点了几个 老板推荐的超手 对是老板推荐的 不是我自己要点那么多的 这个是蝎子虾仁超手 这鸡汤的汤味 有一点油 汁很浓 就是没有盐 我要吃一口大超手了 真的是很大顆 哎 哇一粒一粒的蝎子 那种口感 好爽脆脆的 QQ的滑滑的 好噗噗噗噗噗 我第一次在这种小店里面 能够吃到一个 里面有一整颗虾 还有很多蝎子的 超手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它的汤是 没有味道的 因为如果汤有味道 这里面的肉也是有味道的 如果都有味道的话 会就咸 这个就很好清淡 所以就可以最大程度的 保留它蝎子 还有虾的鲜 我吃到一半 我突然想着要把它拌一下 这个干拌的 如果你现在不拌的话 待会就粘在一起 这一份是干海椒超手 辣椒粉 花生碎 这饺子味道 它肯定就是 中水饺的那种感觉 这是什么呢 酸辣的 这是凉拌的 我估计它就是个酸辣的 真的汤很鲜 如果你想喝有味的汤 你就可以放一点点的盐 这个超手呢 就是他们家的特色 干海椒超手 那我们就吃它吧 我本来会以为 干海椒超手就是那种 一听名字就很辣很辣的 没想到它干海椒就是那种 油香味 然后慢慢的辣 它就是属于那种 纯纯的瘦肉 然后搅到馅在里面 这碗整体来说就是 属于香 哦 这是酸汤的 这酸汤的上面 也是有芝麻粒 和葱花的那种 就是那种清汤的加醋 山小哥哥你先来吃过这些吗 吃过 我觉得有一个干拌的最好吃 凉拌 凉拌 待会给你吃啊 我自己觉得 这碗我一点接受不了 肉味道可以 就是醋味道 哦 我觉得这种 老阿姨一般喜欢吃 比如我 老阿姨要过了 四季节的大宝来了 比如我妈 哎 我喝一口汤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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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么我现在就来吃这一碗 把我看了它好久了哦 这个牛肝最烧肉的这个超手呢 我其实超级期待 因为刚才它本来是清汤的嘛 我让老板给我放红它 因为想吃也辣的 普通的这种超手的馅料 没有刚才那个蟹子虾仁那么丰富 但是它的肉也是好吃的 这是饺子味道的超手 哎呦我说到饺子味道超手 我突然想给你们出个题 饺子超手 饺子味道超手 就是那种 饺子味道超手 粥水饺的另一种感觉 果然 吃个豆瓣吧 我本来是一个超级不喜欢吃豆瓣的人 但是我看他们的芝麻力就被诱惑了 哇 是那种皮鲜豆瓣有一点淡淡的酒香味 我一定要在这里声明一下 左衣我本人 真的是非常讨厌吃豆瓣的一种 很累 但我今天我真的是没有装 没有什么 就是觉得真的豆瓣 今天的豆瓣是好吃的 酸汤加辣椒 会是开胃的一把手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碗 跟之前那几碗比较优势的比 它就稍微平淡了一点 这一碗松茸炖鸡 真的我觉得他们家的食材用的还是很良心的 二十几块钱一碗 三十几块钱一碗会贵了一点 但是它的食材是真正是到位的 豆瓣松茸 在嘴里一嚼我就觉得它应该是那种 微微的小火炖出来的感觉 很香很细嫩 这么大一个的饺子可以吃饱了 超手兄弟 看吧表明他就是 他就是不知道超手和饺子分不清楚 超手超手 这么大一个你吃饱了 我吃饱了呀 你们不知道最近比例的吧 有不去吧 叫一千里一夜吗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永远的记得 我觉得跟我一毛一样 我吃饱了呀 我吃饱了但是我努力一下 还是再吃点呀 我喜欢这汤的鲜味 香 想偷吃 你不是说要给我留一个吗 留一个 一个是可以的 可以的 待会给你吃啊 好 突然就忘了 那我要再吃这个凉拌超手 来嘛 给你一个嘛 来 说起来我是这种普通人性的人吗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调料让我想先把调料吃光 这个超手它也有一点你刚才的 雪茄味超手的意思 就是它没有刚才那个甜 而且还带有一些酸味 我小的时候看到人家打响子 然后打了很响嘛 我就很想学 但是每次都学不会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 听到啊 我很帅起来 后期要给我剪进去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别人都能做到 但是周围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 我不去口水 我需要和你不联合 哎呦 这个楼上 等会我把解答擦干净 我最不响我都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我讲戏 我从不出来 我之前有看到 有一个人的手很长 他从这边摸到这里 我可以啊 我用四个字形容 刚才是你的表演 全目结实 真的可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 是呀 我胖 我摸到 我连下巴都摸不到 你不要从头顶 你从头后面去摸得到 我摸不到 摸不到 摸不到 看嘛 为什么你是长子圆呀 我记得反省摸出席剪条 真的没有 你摸都可以吗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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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去看星星 你给你吃看什么 你别伤了 你想什么了 老妹他现在已经 穷到什么地步了 早上你问我起来没有 姐姐提起来没有钱 我的输入法该不要问心 好了今天我们就吃完了我们的干海椒超手 从它的环境来说的话 它不会是那种华丽的汤丁 就是那种不好找 但是你找的它会有一种成就感 这几个超手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 竹孙炖气的蟹子 很吓人松肉的也很喜欢 因为它的汤很鲜 所以这家店我整体给它打分是4.5分 我觉得它值这个分数 好了 如果你们喜欢朵鱼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朵鱼的新浪微博 带云网朵鱼为我点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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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